现在时间七点整 文化、文学、构织、忠告 也说台湾的物散和如油 希望大家一起来讨论台湾的未来 創作美类的新台湾 感谢大家的收听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日本是国家出名的台湾人 发哥为何要介绍这本集 介绍到这么多 因为这些成功的故事 背后都有一些写类史 这是一个很好的历史的故事 日本在台湾的旁边 所以 刚好关系了台湾和历史的 一个故事的连结 最近台湾和日本的历史 已经连结在一起 几乎将来在事业上 政治上、军事上 台湾和日本 会变成非常非常密切的一个地方 甚至会变成连结成一个国家的状态 这种东西我知道 在台湾 大部分人大家都有共事 但是我也有一些很奇怪的 从中国来的有一些人 到现在就是很奇怪的 对台湾人和日本人的那种 命运的连结感、亲切感 他们就是不喜欢 他们就是理解台湾和日本人的关系 所以 发哥特别要去强调这个东西 我们和日本人的感情 它是一个历史的连结 割不断的原因 虽然我们曾经被日本人殖民了50年 在这殖民的过程里面 有爱、有恨、有情仇 但是中西连结得很深刻 这是很特殊的一个情感 就像这是香港 英国的女王过世 香港人很自动自发的 就去向英国女王炫花 那很多你看中国共产党那边 鬼叫鬼叫的说 这些是替英国女王炫花的人 都是那种抛不开 被殖民的奴隶心态 你是在说啥 这个和殖民心态有关系吗 这个是他们香港人 活在英国人的统治之下的时候 香港人虽然是被英国人 统治没错了 但是英国人带给他们很多绅士的风度 文明的风度 他们看到英国人好的那一面嘛 英国女王对香港人是真的把她当的她的人民一样的去爱护 英国女王展现在英国人香港人的面前是这么样的优雅这样的文明嘛 那相对的你们现在呢 你中国把香港收回去的时候 你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哪一个像样呢 一个一个都像流氓一样啊 从邓小平开始讲话 我们五十年不变 毛照跑舞照跳 结果你邓小平讲话像放屁一样 哪有五十年不变呢 一说回去以后不到二十年就变了 然后邓小平就翻脸不练人了 哪有说五十年不变 我说要他变他就变 你邓矮子你在说话算话吗 然后觉得习近平你现在讲话像个人在讲话吗 你们所有的中国共产党派到香港去的领导人 那个讲话哪一张嘴脸像一个人在讲话呢 一个个像流氓一样 一个个像黑社会的老大 像黑社会的不入流的流氓一样 那你相对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你能够比较吗 人家会怀念伊丽莎白二世 是那种文明高贵的优雅 相对你们这种流氓的样子 人家当然会怀念那个优雅的那种伊丽莎白二世 难道他应该怀念你们那种流氓的嘴脸吗 人家会怀念是比较的结果 那在台湾不是一样吗 如果你国民党干得比日本时代好的话 台湾人怎么会怀念日本人呢 如果你们像日本人当初统治台湾的时候 你的公务人员是像这么清廉的话 你们如果你们的工程人员像这个八田鱼 这么大公无私整个生命都奉献在台湾的话 台湾人怎么会怀念日本人呢 如果国民党的警察是像日本的警察 是像大公无私 甚至为了这个防疫政策整个牺牲生命 台湾人怎么会怀念日本人呢 是一样的道理吗 不是这样吗 什么都是比较的结果吗 这个伊丽莎白女皇香港人会怀念她 就是怀念她带来的文明 风度气质嘛 一比较之下你习近平像流氓嘛 人家这样子比较的结果 结果他们崇拜优雅的气质 你怎么说他们是怀念殖民时代呢 是怀念文明 是讨厌你们流氓的气质 你应该觉得惭愧吧 还有中国人你有一种心态很不对呢 好吧 香港原来是属于你家的女儿吧 你家的女儿送给人家当养女吧 送给英国人当养女吧 你家的女儿送出去的时候是一个丑小鸭嘛 乡下的落后的渔港吧 人家把你家的丑小鸭的女儿养了一百多年 变成一个黄化大闺女 有气质又好嘛 好现在这个黄化大闺女长大了要嫁了 你把她带回家了 你有感激人家把你的丑小鸭养成的黄化大闺女 又有气质又有学士又典养 你有害人家说一声感谢吗 你有说一声感谢你把我的丑小鸭的女儿养成的黄化大闺女吗 没有啊 你把你丑小鸭的女儿 经过一百多年带回来是一个黄化大闺女 你不但没有感谢人家 还天天给人家糟蹋你带回来的黄化大闺女 每天给她打巴掌 说你怎么还在怀念你那个养母啊 你不是变成那个恶婆娘恶很凶恶的后母吗 你像个样子吗 你这个后母像个样子吗 有点文明的样子吗 人家怎么样都把你这个丑小鸭的女儿养成的黄化大闺女啊 你怎么糟蹋一个回来的黄化大闺女呢 你一个民族主义什么坏事都可以干吗 你一个民族主义都可以糟蹋你人家养成的黄化大闺女的这个女儿吗 民族主义可以无限上纲到这样子吗 民族主义可以完全没道理吗 发个这样比喻你就听懂了 对不对 香港人为什么对你这么反感 中国共产党那么反感啊 香港人难道一点理性都没有吗 我们被送出去的时候是一个丑小鸭 我今天回来是一个有修养有文明有学士的黄化闺女啊 你凭什么糟蹋我啊 他当然是有这种感情的这个判断在里面 这是基本常识好不好 好我们来讲这个问题 回到正题来讲 发哥今天要讲的是什么 发哥要讲的是另外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人物 而且是很励志的人物 这个人物啊 在日本的电视里面 你如果打开日本的电视或者综艺节目 未来日本 你常常会看到这个女明星 日本的电视名演员 他在电视剧或者是电影里面都很有名 这个女演员叫做鱼贵梅子 鱼是鱼灯发的鱼啊 你看到他的艺名你就觉得很奇怪啊 因为看他的他的名字呢 你就觉得不像日本人啊 因为日本人没有姓鱼的嘛 鱼灯发的鱼啊 鱼神月音的鱼啊 那后面那个叫做贵梅子 当然是日本人啊 对不对 贵梅子 珍贵的贵 美丽的美 贵梅子 鱼贵梅子 所以今天发哥要讲的这个人物呢 漂流日本士气故乡的台湾人 这个人物是以客家为龙 鱼贵梅子 他是客家人 台湾的客家人 台湾桃园的客家人 流落在日本第三代 他是日本啊 有时代宣布贵梅子 civilizations 创造日本空前纪录的 虽然她不是最佳女主角 她是连着三届 日本奥斯卡最佳女配角 余桂梅子 她是我们台湾客家人的第三代 流落在日本的第三代 余桂梅子呢 很多小朋友喜欢看的一个电影 大人也喜欢看的电影 在日本人很有名的这部电影 你们叫做 震东哥吉拉 这个电影呢 是小孩子爱看 大人也爱看哥吉拉 日本的怪兽电影哥吉拉 在哥吉拉里面呢 除了这个演首相的以外 最有名的是演那个皇位大臣 一个女的皇位大臣 叫做花生栗子 花呢 花朵的花 生的生灵的生 花生栗子 你都会看到花生栗子在下面 很冷静 有人在请问 请问这个总理 他演这个皇位司令 请问总理 要不要下令攻击啊 非常冷静 非常的帅气的这个女主角 演这个发生栗子的 就是余桂梅子 她在这部电影里面啊 都是非常的充满了 殷气逼人 她语言不多 但是她每一讲一句话 都是殷气逼人 这个演员就是余桂梅子 如果你在看歌吉拉的时候 就会看到这个人 这个人非常戏 戏分非常的重 而且没有人不认识她 她就是余桂梅子 全段时间 日本有一部电影 非常的轰动 叫做送行者 李怡斯的乐章 这部电影也很轰动 日本第一次演那个殡仪馆啊 殡仪馆 台湾的殡仪馆 后来变成很轰动 以前台湾看那个殡仪馆的李怡 我们开始有称呼那个殡仪馆的 那个人叫李怡斯啊 有没有 是从这部电影来的 你记得吗 送行者 那男主角是谁 男主角是日本鼎鼎大名的高昌健啊 那高昌健里面 里面有一个委托高昌健 去做那个最后的李怡斯啊 那个委托高昌健 去替他先生 来说师 来做最后的那个 做那个李怡斯的 那个是谁啊 是一个食堂的老板娘嘛 他先生死啊 他来委托高昌健啊 来当李怡斯嘛 那个食堂的老板娘 演那个食堂的老板娘 生动得不得了 那个食堂的老板 演的就是余桂梅子 他也是因为这个 得到最佳女配角 如果你还记得 李怡斯 送行者 这部电影里面 那个食堂老板娘 演的非常杰出 和高昌健对戏的 那个就是余桂梅子 余桂梅子呢 连着三界得到最佳女配角 像这样的演技啊 在日本啊 他只要出场啊 没有人 会忘记他 演技太好 他并不是非常的漂亮 但是他的演技 他只要他出场 没有人能够忘记 他的演技了 大家看到他的 艺名就知道 他不是日本人 因为日本人 没有人姓余的 那么他是谁呢 他就是在日本啊 少数民族的 后代 是流浪在日本人的 流浪民族的 客家人的 客家人的后代 余桂梅子呢 我和他约定 去访问他的时候呢 我是觉得说呢 他实在是一个 杰出的人 非常的客气的 余桂梅子呢 是到最近 他才知道 他是客家人 他为什么会知道 他是客家人 刚开始 他也不知道 他是客家人 他是在一次 NHK的节目里面 NHK的节目里面 有一次做了一个专辑 问每一个来参与的 日本的演员说 你们的家族在哪里 因为大家看到 余桂梅子的性很奇怪 就知道你不是日本人 他说对 我是台湾人 你说你是台湾人 哪里的 他说桃园 那桃园什么地方人 那我不知道呢 我好像我的阿公啊 好像是桃园那边的 我阿公好像是来自广东啊 广东 广东哪里啊 他好像是正平村啊 其中有个演员里面 对主谱很有研究的 在底下的评审委员里面 广东正平 那里叫做客家人 客家人 大家底下的就议论纷纷了 就很多演员就问 哪里哪里 客家人是什么 客家人是什么动物啊 就大家那边嘻嘻哈哈 他说你们不要开玩笑 客家人是伟大的民族呢 他说哈 日本人没有听过客家人 客家人是东洋的犹太人啊 犹太人 以色列人啊 不是 他的外号叫做东洋的犹太人 他说哈 他其中有个人 你不知道吗 邓小平是犹太人 哈 邓小平犹太人 李光耀是犹太人 哈 犹太人 犹太人 李登会是犹太人 哈 犹太人 犹太人 还有现在台湾的蔡英文 他有犹太 客家人的协同 哈 这样子吗 他们就解释 客家人在台湾 有百分之二十 所以宜贵梅子 是桃园的客家人的后代 大家就开始讨论 什么是客家人 宜贵梅子很惊讶 真的吗 真的我是客家人的后代吗 到后来 怎么样去找到 宜贵梅子的客家人的协同 那你会怎么办 朋友介绍工作 说什么轻松免经验 又提供时速 来回机票 一年才能赚几百万了 好 用脚头无数也知道 这也不可能 那想工作 还没开始做 就要你先到证件 提款卡 也许惊贵梅子 那都是诈骗啦 求职请记得 要冷静 评估条件是否合理 要查证 真材公司是否合法经营 更要留意 最新诈骗手法 提高警觉 新北劳工局 请你安全就业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世俗都变 人生无双 有的人是为了 亲情 需要 身体 在烦恼 所有的烦恼 在这里有一个 最好的方法 要跟你们大家分享 就是这张 分享文 我们如果要睡真正 分享给自己的 完成资助 周深 我们的心内 会更平静 免费自己结缘 空气 三三五 数理 三三 阿公 这里不是行人 穿越线 不能太快 从这里走 太危险了 知道啦 还有那个绿灯 秒数不够 不要走 下次再通过 阿公 千万不要低头滑手机 老公 小心 我再车没弄到 以后我一定要 塞卡板 对呀 不理让行人 汇罚一千二到三千六百元 路口慢看停 行人优先行 快乐林波网提醒您 注意用路的安全 这是一个 最快乐的地方 一切真主宰 关心土地 咱们爱 这是一个 最自由的地方 快乐爱台湾 生意尽有爱 生快乐的电台 生意尽有爱 生快乐的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 我是五金法法哥 法哥开讲啊 今天介绍 继续介绍 野岛纲的这本著作 漂流日本 世纪故乡的台湾人 那么 今天所讲的主题 是日本很有名的 电视电影演员 宇贵梅子 他是漂流在日本的 客家人的第三代 那么刚刚讲到 宇贵梅子呢 他发现自己是客家人 是最近 这几年才知道的事情 那是在NHK的节目里面 他们的综艺节目里面 讨论到每一个演员 自己的家世的时候 因为每一个演员各自讲出来 我家是秋天县那边 我家是宾库县那边 我的祖先来自宾库什么地方 有些讲我是琉球 大家就讲到 宇贵梅子你的姓怪怪的 你是哪里人啊 他说我是听说 我的祖父他们听说 是从台湾来的 台湾台湾哪里啊 桃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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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我的祖先 是从桃园那边过来 但是更早的祖先 听说是从广东来的 广东哪里啊 他说广东的客家人啊 啊客家人 他说对啊 我的祖先是 从广东过去的客家人 然后在桃园定居了 十几代啦 啊客家人 啊客家是什么东西啊 然后日本就 在谈啊客家客家客家是什么 然后他也不知道啊 客家是什么 宇贵梅子也不知道 客家是什么 那么就从这样子 就讲了 然后就讲了 很多客家人 很多政治人物很有名啊 都客家人啊 李登辉是客家人啊 蔡英文有客家血统啊 还有邓小平客家人啊 李光康客家人啊 日本人就这样敬仰 那客家客家是什么动物啊 什么东西啊 有人说客家人是很奇怪的民族啊 客家人被称为是东洋的犹太人啊 什么什么 就没有一个结论啊 他说下礼拜下礼拜 下礼拜再来这个节目 还没有讨论完啊 宇贵梅子下礼拜你来 你要交代清楚 你的身世到底怎么样 宇贵梅子 我也很有兴趣啊 你这样一弄啊 我非得去把自己的血统搞清楚不可了 好这个野岛刚就写到说呢 我刚好在朝日新闻住台湾的特派员的期间 我就知道我客家人 我大概就了解台湾居民的结构了 他说呢客家人在台湾啊 是占有少数了 大概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了 台湾是个多种族所构成的地方了 他说河洛兰啊 占了百分之五十到六十的比例了 客家人只占了百分之二十 因为这本书它是野岛刚写的 日本人看着翻成中文的 他说在台湾啊 大家不会去刻意去探寻彼此的族群 彼此平常不会刻意去提起说 你是客家人吗 你是河洛兰吗 你是外省人吗 不会刻意去提起 因为大家彼此都能够互相的理解 虽然不会刻意提起啊 但是台湾毕竟是一个多种族互相融合的地方了 但是你说不会刻意提起 但是台湾明明就有你看电视的时候一打开 你就会看到客家电视台的频道 在台湾的中央政府也设有客家委员会 那么客家委员会里面设有客家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他的位置相当于一个部长 他们甚至在法律上还有保障客家人的权益 设有客家基本法 而且呢 在台湾如果你坐高铁 甚至你在台北市某一些交通工具里面 你在高铁的时候最清楚了 捷运系统里面 他会播放那个播音啊 会先有中文的台语 然后接着就会播客家话 到最后播英文 按照这个顺序呢 把语言播出来 大家都不觉得奇怪 但是外国人有的时候会觉得 台湾为什么捷运系统里面 大家理所当然的 会有这么多语文播出来 中文的台语的客家话英文 他说呢 爷子刚刚说呢 唯有我在台湾久了 当特派人久了 这个中文啊台语啊英文啊 我都听得懂了 但是客家话对我来一场就啊听下去了 我完全听不懂了 但认知听一听啊 客家话和台语和广东话之间呢 好像比较接近 但是和普通话呢 北京话呢 显然有一些距离了 我印象比较参热到是 我在台北当迫派员的时候 我的办公室旁边啊 有一个客家菜餐厅呢 叫做铜花 这铜花餐厅里面的料理啊 客家料理倒是非常的美味啊 特别有一道菜叫做客家小草啊 它是用鱿鱼啊 猪肉片啊 和芹菜呢 用爆炒的 加一点辣味呢 哦我相当上瘾了 只要有日本朋友来啊 我都会招待他们去吃客家菜 特别这道菜呢 我都会点 大家都很上瘾 但是回来日本以后 我到横滨的中华料理店 怎么早就是没有这道菜了 这是我对客家呢 非常印象深刻的地方 另外就是我在跑政治新闻啊 就发现啊 在陶竹苗地区的 这个政治取向里面啊 陶竹苗地区的客家人啊 很多都是投国民党的票 也就是说在陶竹苗地区的客家人啊 和国民党的投票关系里面啊 陶竹苗的客家人投国民党的票比较多了 不过这一点啊 我都觉得 陶竹苗刚的观察还不够完全的特征了 陶竹苗地区的票的确是投国民党的票比较多 但是他不了解客家人的分布啦 客家人分布 陶竹苗是绝大部分 然后呢 中部有东市客 南部有六堆啦 他就没有分析到南部的六堆啦 六堆就是屏东 还有高雄市的美农啊 六堆的客家地区呢 大部分都是绿色的票 好这里发个要补充一下 在政治取向陶竹苗 为什么会投这个国民党的票比较多 而六堆地区的客家票 为什么是投绿色的比较多 他有历史渊源 陶竹苗地区呢 在白色恐怖时代啊 陶竹苗地区有非常多的医生 知识分子 在228和白色恐怖的时候 被整顿的非常厉害 好几次大的政治案件 都是整顿陶竹苗的客家人 那个时候客家的知识分子 像郭秀仲医师啊 这些啊 就是电影里面放马车之歌啦 还有这个何孝贤所拍的那个 电影里面悲情的城市啊 那几个被抓的 林老师这些啊 都是讲客家人的事件 那么这抓的 再抓到绿岛里面 这些案件都有 当时的陶竹苗的客家的知识分子 很多都是左派 抓了一大堆了 所以最优秀的 这个陶竹苗的客家知识分子啊 枪壁的枪壁 抓去关了一堆了 所以呢 被整顿的害怕 然后呢 再由这个吴伯雄啊 刘阔才啊 这些人啊 来笼络 笼络到铁路局啊 电信局啊 这个地方去 所以这些人就被笼络到 蓝色的阵营里面 六队这边呢 就比较少这个政治案件 但是这个六队地区呢 有两个人影响很大 一个是徐榜新啊 徐外科的徐榜新啊 或者李旺台不是写的 大将徐榜新吗 的小说吗 徐外科台大意思名医徐榜新 另外就是邱连辉啊 邱连辉啊 原来是国民党的沈预言啊 后来脱党又当选了屏东县县长 徐榜新是后面的大将 徐榜新和邱连辉呢 倾向绿色 邱连辉是南台湾啊 民进党的创党的元老 那徐榜新是后面出钱系 帮忙绿色的人 徐榜新是美和中学的创办人 美和棒球队的创办人 后面这些后来的民进党的创党人 这些党外人士 后面出钱的就是徐榜新啊 所以六队这批人是受到徐榜新和邱连辉的影响 一直都是党外的重要的人士 再加上现在这个美丽宝贝啊 他的后面的这些这个这些人物呢 所以六队地方投绿色的绿色阵营的人比较多 那么陶祖苗就是投国民党的比较多 所以这里呢野岛刚分析的部分呢 没有分析到南部的客家 北部的客家陶祖苗是倾向 国民党是比较多是没有错的 这是发哥所分析的了 那么国民党就拉拢客家人 那么所以陶祖苗客呢 就和国民党的势力拉拢得比较紧了 但是最近呢当然也有一些变化 因为郑文灿在桃园工作的关系 好我们不要离题太远 那么宜贵梅子的祖父呢 是桃园的客家人 他的祖母是何罗朗啊 那宜贵梅子的祖父呢 印象到非常深刻 宜贵梅子的祖父呢 叫做于嘉林啊 他说他印象很深刻 他的祖父呢 小指甲留得很惨长啊 然后因为和他的祖母谈恋爱 他祖母是何罗朗啊 他祖父没有钱但是爬上一个何罗朗呢 很有钱的人家的女儿啦 一个没有钱的客家人 爬到一个七啊 爬到一个何罗朗 很好贾人的女孩啊 所以这个何罗朗当然没要嫁由这个客家嘛 就像我太太讲说 他从年轻的时候就一直立志 绝对不嫁客家人 嫁什么人都可以就不嫁客家人 就偏偏他就爱上我 就嫁给我没办法 就他祖父呢 爱上这个有钱人的女儿 这个女儿是何罗朗啊 他没办法 他祖父呢 就带着这个何罗朗的爱人啊 就失奔了 就失奔了 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神父呢 然后在神父做生意呢 然后呢 再搬到东京呢 刚开始呢 陶祖苗是产茶嘛 做什么呢 做把台湾的红茶呢 出口到日本 然后把日本 日本是很有名的橘子啊 把日本的橘子 卖回到台湾 进口桃园的红茶 出口日本的橘子到台湾 来来去去 然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 台湾什么有名呢 香蕉有名 到后来进口呢 台湾的香蕉干 到日本就发了大财了 所以宇嘉宁呢 曾经拥有豪宅 大赚钱 但是因为世界大战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呢 台湾的香蕉官不准进口了 变成战略物资管制 他祖父没办法呢 后来就去搞金融机构 然后呢 又办报社 转来转去呢 结果把家当给亏掉了 亏掉了以后 又刚好碰到了败仗了 碰到了败仗以后呢 这就惨了 败仗以后又同样像陈顺陈 他家面对的命运一样 他跟着他的祖母 跟着他祖母 私奔到日本来的时候 他身份是日本人 只是从台湾移转到内地日本 败仗以后呢 他不能当日本人 变成台湾人 那怎么办呢 你要留在日本啊 还是回台湾啊 他的祖父选择留在日本 但是国籍已经变成中华民国国籍了 变成中华民国国籍 当时在日本东京的台湾人 为了活下去 就成立了台湾同乡会 互相帮助 但是在台湾同乡会里面 他的祖父又特立独行 在台湾同乡会里面 另外成立了一个 流入台湾同乡会里面 再成立一个流入客家同乡会 客家同乡会 他的祖父可见的是客家意识特别强 流入客家同乡会 他阿公啊 流入客家同乡会还当会长啊 当会长啊 已经这个时候 他的祖父已经没有 不是很有钱了 但是既然当了会长啊 还要装得很有气派啊 每天出发的出来的时候 还要穿上西装 穿上皮鞋 抱着钱包呢 出入营作呢 他的祖父出来就要大大方方 像个样子 然后呢 当了客家同乡会的会长 结果他家乡桃园的亲戚朋友 一批一批来到他 日本来投靠他的祖父啊 日本台湾战后也是很惨啊 他的家族来的人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了 到东京的家住不下去 有一部分就分到横滨去住 这时候余桂梅子的爸爸妈妈呢 就搬到横滨啊 他们就开始变横滨了 他说呢 爸爸妈妈住在横滨 旁边还有住很多 阿兔甘 印度人 他的爸爸是明治大学毕业的 他的妈妈是日本人啊 余桂梅子的妈妈是日本人 他妈妈是学跳舞的 很有名的日本的 有钱人的女儿 而且是笑话很漂亮 他爸爸是明治大学 楼道高手啊 他爸爸一看到他妈妈 一看就一见钟情 两个人就结婚了啊 笑话和明楼道高手在一起呢 轰动一时啊 然后就开了一个卡拉OK了 演艺生涯开始了 这个卡拉OK大大的有名 好暂时就讲到这里了 最后也是给发哥一分钟的时间了 明天再继续讲 越来越精彩的部分了 一分钟的时间给发哥广告一下 给发哥讲一下 为了生活呢 推动一下北戴武山的咖啡 和发哥的好朋友 配给台湾的发哥的这个 黎山的高山茶 剩下不多呢 要的好朋友呢 请你打这支电话 0983468356 0983468356 黎山1850公尺的黎山乌龙高山茶 非常棒的品质的高山茶 请你把笔拿下来 0983468356 找吴太太 替你服务 量不多 确定把握时间 好礼拜 赶紧时间 再见咯 拜拜 好礼拜 好礼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